福克斯新聞媒體首席執行官蘇珊·斯科特 週二證實了資深攝影師皮埃爾·扎克澤夫斯基 遇難的消息 斯科特表示 皮埃爾是一名戰地攝影師 在為福克斯新聞長期服務期間 報導了從伊拉克、阿富汗到敘利亞的 幾乎所有國際新聞 3月14日 扎克澤夫斯基與另一名福克斯記者 本傑明·霍爾在基府附近進行報導時 遭遇炮火襲擊 兩人同時受傷送醫 記者霍爾仍在醫院治療 而扎克澤夫斯基傷重不治 不幸去世 享年55歲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